在上一个视频中,你已经学会了皈依图,就是像这样,知道单位量用它乘珠数再乘天数得到总量,或者反过来,知道总量用它除以珠数再除以天数得到单位量。 而在比较复杂的问题中,咱需要先皈依乘单位量,再扩倍乘总量。 但有时候不需要那么麻烦,像这个例子,两只小猪三天吃20个砖头,四只小猪六天吃几个。 按照上节课的方法,咱得先皈依,再求总量。 哎,慢着,要想把两只猪变成一只,得除以二,而要把三天变成一天,还得再除以三,可二十除以二,再除以三,除不进啊。 你先别急,咱仔细观察一下,两只猪变成四只猪,只要乘二就OK,而三天变成六天,也只要再乘二,所以就是二十乘二,再乘二,得八十个砖头。 你看,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做皈依,就直接得出答案了。 这是因为猪数和天数都有倍数关系,直接扩倍就成。 反过来,如果四只小猪六天要吃三十个砖头,两只小猪两天吃几个? 你看,要想把四只猪变成两只猪,只要除以二就OK,而要把六天变成两天,那就再除以三。 所以就是三十除以二,再除以三,等于五个。 在上面这两个例子中,猪数和天数都有倍数关系,而左边这个是小变大,那就在归一图中直接扩倍。 右边这个是大变小,那就在归一图中直接缩倍。 你看,归一图很简单吧? 其实,它还能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呢。 两只小猪五天吃十五个砖头,四只小猪几天能吃六十个砖头呢? 咱先把这几个量的倍数关系标在图上。 两只猪变成四只猪,相当于乘二,那十五也得乘二。 但实际上,十五个砖头变成六十个砖头,得乘四,也就是乘二再乘二。 诶,那多出来这个乘二是怎么回事呢? 哦,肯定是天数乘二,那就是五乘二等于十天呗。 在这个视频中,猪数、天数还有总量都存在倍数关系,所以我们不用归一,而是在归一图中直接扩倍或者缩倍就能够求出总量。 而有的时候,利用总量的倍数关系,也能求出天数或者猪数。 哦,是不是很简单,那就快自己动手试试吧。